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主要学习Moco.js的一个藏位符的这样一种定义的一个方式 那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课程 我们从课程里边呢,这个藏位符的话 它主要是从Moco.redom这样一个类里边所实力化出来的 所引申出来的这样几类 那这里几类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主要有哪些 一个是Basic,基础的这样一些数据 还有一个呢,是Image这样一种类型的 还有一种呢,是关于颜色的 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辅助类,做一些转换用的 然后呢,这儿有一个Text这样一个类,做一些文本的 还有呢,是Name,做一些和名字相关的这样一种 然后这个Web呢,是做一些和URL啊 我这儿呢,就是总的一个,挪裂了一下 只是啊,给大家先做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了解和浏览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呢,再讲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它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讲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 我们这里边,首先从那个Basic来看它走 那Basic的话呢,它这里边啊 是一个基础类型,它里边包含呢 Ball的,自然数的,然后Int类型的 Float,还有字符,String,Range,Data,Time,Time,Time,Now 那我们看一下它里边怎么使用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的话呢,我不一定说一一会为大家介绍到 但是我主要是给大家说这个东西怎么来用 以及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啊 去查找这些 那Bulling的话 Bulling呢,它是指一个啊 就是我们刚才在我们的啊 上一讲呢,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描述是 这个Bulling呢,它也是啊 有一个啊,我们是用keyvalue的那样一种 所以呢,它这里边也是有一个概率的啊 最小值啊,我们这样一个 这是,这就是那个value啊 在那个我们的keyvalue的那样一种数据定义的时候呢 就是相当于那个value 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 默认情况下你什么都不说的话 就是默认之为1啊 然后呢,它最终结果呢 就是这个值是50%的概率 那么如果有最大和最小的话呢 它计算方式和我们上一讲讲的 就是啊,这个最大值啊 除以最小值,最大值除以一个总数 或者是最小值除一个总数 这样一个来定义定义的 所以呢,它基本的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一种实现的方式 和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啊 我们看到的那种实现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来验证一下啊 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这样一种验证 我们上一讲呢,我们是 比如说是我们是name 然后呢,这个地方 我们定义呢,是一个1 然后呢,我们的值啊 是一个true,对吧 我们就是我们name它的那个值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用这样一种方式 注意哈,我这个地方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障位符的这样一种写法 也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一个核心 这种呢,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这样一种写法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改成啊,改一下 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写法 啊 我们 at 这个地方注意怎么写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里边非常常用的这样一种 name的一种写法 啊,就是我们这样一幅 怎么写呢 直接我们把它考过来 啊,这样一种 那我,如果我要什么都不使用的话 它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它们两者呢,是对等的 啊,它们两者是对等的 就是name1和name1和name2这样一种输出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 啊,对比着看一下这两种的一个写法 当然如果我们单从这种写法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一种的话可能更好去 啊,处理 并且也比较好去理解 因为呢,它这里边 呃,我们都是以函数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进行一个输写 啊,这就是玻璃 然后nature的话呢,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啊,自然数 自然数呢,它有一个范围 我们的自然数的一个最大和最小啊 自然数,这个0的 这样一种 没有参数的呢 它是一个最,就是它的一个最大范围 这样一个nature 然后带了一个最小值 就是它最小是多小 多大 然后呢,最大值呢,是达到这样一个值啊 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设定这样一个 区域范围 这就是它的一个用写法 那么我们的用法的话呢 我们通过刚才哈 这种写法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样应该是怎么写的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那我们用nature这样一种啊 nature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直接写 这种写法的话啊 大家啊,它是一个爱的符号 然后呢,把这个点加进来 它就得到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的东西 那这里边参数是类似的 那么inter类型的话呢 它也是一样的 我们调用方式也非常简单 然后呢,float 那float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注意呢,float因为它是带那个 float它应该是带一个 我们是带小数位数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有一个小数位数 d呢,它是指那个小数点 后面的这样一个dot 然后后面的啊,dot那个单词啊 就是这个dot 就就是小数点 小数点后面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小数的一个位数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 我们默认值啊,0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默认的最小的小数呢 就是这个地方为0嘛 我们看一下intermax 然后呢,这个地方 对面可选 小数位数默认是最小值 默认为0 那么这个地方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最大值 就是我们的那个整数啊 整数位数这样一种 它这个地方呢 它是从0开始的嘛 最小是从0,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60到100 OK,那后边这个小数位数的话呢 它就是随机的了 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demand 它小数位数啊 最小值和最大值 这个地方应该是dmax 这个地方它这个文档 也有一定的小的问题 OK 那么如果你不写的话呢 它就是从0到17位是自动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写0的话 所以它这个位数两位 你看这个地方 我小数点没有写的话呢 你看它是一个很多位数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三位 三那表示说 我们最小的位数是三位 然后这个地方三到五位 所以这个地方三位 或者四位到五位 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字符的话呢 字符的话呢 这个地方如果你是 这个地方它有这个 也是有这样一种 三种参数的这样一写法 那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就是character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呢 它默认就是从这里边 随机去返回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地方是小写的 大写的 数字内型的 和一个符号的 我们看到这里边的 其实相当于我们 做过其他程序计计语言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你看 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 媒体类型 我们通过这媒体里边 所有的值呢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输出 Pull Pull的这样一个可选参数 就是我们从上边来进行选 如果我不选的话呢 我就是从这四个里边来 随机去调一个 OK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 Low啊 就是是一个 这是一个小写的 这样一个字 小写的这样一个字母 Upper呢 就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Number是0到9 对不对 然后特殊字符 就是符号呢 它主要是这几个符号 那么我们调用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支付串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它可能输出的就是一个 各种可能性的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add符号 G小写大写Z 你看各种符号是不是都有 所以呢 它就从里边随便去调 这个地方是小写的 这是大写的 这样一种 AIO AIO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要从这个 这个里边 我自己去挑一个 什么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 它 这种写法呢 也是非常灵活的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这里边 注意一下 这里边一定挑选的是 因为它的字符 所以最后返回的决定 就是一个字符 然后呢 字符的话 对应的肯定是有 字符串的这样一种概念 这个地方 字符串的话呢 因为我们字符的话 默认它是返回的 肯定是一个 它和字符串相比呢 其实它就是多了一个长度 长度的话呢 就是一个默认长度 和一个最大长度 和一个最小的 这样一个长度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样一种写法 然后range的话呢 它是一个 针对于数据类型的 这样一种 就是int这样一种数据类型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stop start start top step 也就是说 我从哪个地方 就是我 到哪个地方就截止了 这个地方是从开始到结束 有多少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到结束 然后呢 不长是多少 那这就是一个按 在一个范围内 范围内 进行一个递增的 这样一种情况 默认呢 它是按不长 按1进行递增 比如说我range为10的话呢 就是说它默认是从0开始 从0开始呢 0 一步一步的增长 那0到9就完事了 3到7呢 就是3456 3456 那就是说 在这个range呢 就是它是 小于这个值 就是说它是 你看哈 这个地方是不包含 在这个返回指动中 range1到10 那么每一次加2 那就是13579 对不对 然后1到10 10不包含的话 就是每次加3 1加3 4 4加3对7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date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注意一下 一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 有一个格式化 那格式化呢 就小写大写哈 这个地方呢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对照者 然后去进行一个组合 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象的一个效果 除了日期以外呢 然后就是时间 时间的话呢 一样的也是一个 我们这里边是有年月日 分表这样一种格式化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种时间的这样一种 格式化的这样一种情况 OK 那这就不多讲 那么这个地方呢 date time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们在有一个date 然后有一个time 然后还有一个date time 其实这几个呢 date是一个关于日期的 这样一个输出的应该是 time是时间的一个输出格式 那么date time 就是时间和日期的 这样一个综合的 这样一种输出的格式 所以呢 它这里边所有的 这样一种格式化的 这样一种 format这样一种定义呢 都是在这里边 上面这样一个表格里边 所以大家去参考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no no的话呢 就是年月日十分秒 然后一直精确到毫秒 就是三个毫秒 这样一个 s 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呢 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的 一个image image的话呢 它就是输出一个图 就是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呢 它是一个 这种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这样一种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 图片分两种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平常的我们 就是一个jpgpng 这样一种 就是说我们 类似像带后缀的 这样一种图片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址的话 你看它的一个格式 我们输出 你看它就是这样一个125乘125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写的也是125乘125 其实这个地方 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图片 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图片 所以呢 这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base64的这样一种写法 这种base64的 这样一种写法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图片呢 给它压缩成这样一种格式 我相信 在做过html呢 相关的 可能它或多或少都用到 或者是见到过 这样一种情况 OK 那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数据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有一个尺寸 然后有一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它几个参数 尺寸颜色 就是背景色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前景色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上面显示的文字 还有一种就是格式 格式的话呢 主要是我们说的 就是那个图片的几种格式 JPG啊 PNG啊 就是这个地方 JPG JPG啊 注意没有BMP 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呢 这里边你看 除了它 这就是默认的这样一种 然后这里边 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些 你自己的文字 包括你定义一些 你自己的一些图片的 这样一种 应该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内容 OK 那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是Image Image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呢 是DelImage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看一下Image 我们随便去找一个Image OK Image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输出的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值 然后每一次呢 它都是不一样的 看到啊 这个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写一样的话呢 你自己去找你纸巾的这样一个参数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DeltaImage 这种DeltaImage 能拿这种输出的方式呢 就是这样一种啊 这样一种情况 OK 然后DeltaImage 然后它也可以有尺寸和这个文字 还有包括前景色背景色 都是可以设置的 OK 这个前景色背景色啊 这个这个对了 这个地方前景色背景色是不能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还是图片的背景色随机的啊 去个范围呢 你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和上面那个没有那么 就是功能没有那么强大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颜色 这个生成一个就是啊 GBK的这样一种 就是RGB的这样一种颜色啊 这个地方是以一个景号 然后多少多少来进行一个结束的 这HairPod的话呢 其实也内容也比较简单 其实它这里边呢 其实分几种 第一个的话就是啊 我们大小鞋的一个转换啊 然后呢 就手这么大鞋和一个大小鞋的转换 然后呢 还有大鞋转小鞋 小鞋转大鞋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从我们这样一个啊 宿主里边呢 去选一个 就是和我们刚才取那个字符啊 Carrate 那个啊 和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啊 类型的 它这个功能是一致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打乱顺序的这样一种啊 这就是那个HairPod里边 然后呢 还有就是Test Test的话呢 注意啊 它这个地方我啊 强调啊 一个点就行了 这个地方呢 还是长度啊 就是你到底注意一下 它是以具各自的巨数啊 各自的巨数 注意各自的巨数 怎么算呢 就是以这个地方来算 啊 我们看到有这个小点的话呢 就是以这种啊 一脚一句 那么这个有多少句呢 就是我们根据刚才设置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这样一个啊 输出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段落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句子 注意一下句子呢 它有一个就是句子的有一个长度的一个大小型 其实我们注意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地方说的其实有一点稍微模糊一点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看到那个sentence啊 我们想的的是句子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句一句的 对不对 其实呢 它这个段落它才是一句一句的 这个sentence呢 其实它是讲的是一个单词啊 随即生成一个句子 然后第一个字母大小写啊 然后呢 注意哈 这个ens 它是指的单词中的个个数 就是我这个句子里边有到底有多少个单词 这个地方它就是一空格一区分开的 这有多少 你看这个三到五个 这有四个 然后这是五个 一二三四五个 而这个地方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 然后它就是12的是吧 ens 木认就12的是吧 反正就是按这个一个随即数 来进行一个生成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这是单词 词的话呢 就是说我这里边就叫一个词 就叫一个句 这个词 然后上面叫做啊 段叫段句词 这个词的话呢 然后就是里边 然后呢 我到底有几个字母能组成啊 包括那个title title也是一样的 然后title呢 其实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sentence啊 其实有一点类似啊 足以一个sentence 它有一个啊 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你看呢 随机生成书呢 它第一个单词的字母是大写 你看啊 你看所有的 有句子嘛 英文句子 但是呢 你看它的这样一个title呢 就唯一有一点不同 就是每一个单词都是手中大写 就这一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一个就是关于name 我们刚才看到的所有东西 全都是一个英文的这样一些 那我们想一想有没有生成中文的呢 那里边也是有的 好 我们说的name firstname lastname 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所谓叫中文的名字 所以呢 就是first last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里边name的一个东西 name middle 我们叫first middle 还有last 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channess channess的话呢 然后channessname 然后呢 就是两个或者是三个 然后 大家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然后呢 微博的话就是url 这样一种 这就是一个url 这是个真实的url 然后呢 这个地方域名 就是不带 就是一个 不带一个子域的 这样一个 不是 就是3wa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子域名 这些都是给换开的 然后呢 email 就是这样一种email 然后呢 还有一个ip 还有一个呢 顶级域名 就是net 或者comorg 这样一种 然后呢 是地区 那个address 然后就是审市区嘛 对对对 然后呢 error 华北 华东 华南 就这样一种情况 ranging的话呢 就是我们按 审市区 直辖市 它这个地方 随机生成的 中国的省 市 区 直辖市 这等点 特别行政区 这种都可以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杂项 杂项里边呢 注意一下 里边有几个 第一个呢 我们申请个goid 还有呢 生成一个id 这个id呢 是一个身份证上的18位 这样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资争掌 我们其实在上一讲啊 比如说我们说到有一个情况哈 在上一讲呢 我也没有给大家说明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 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 name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每一次加1 然后呢 我的值开始 从10开始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 increment 增长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到 他这里边啊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是每次加1 然后注意一下 他这是一个全局的 全局的 比如说我第一次调用他呢 我如果是调用这个默认的话呢 他 他生成的那肯定是1 那我如果再调用一次的话 他就生成的是2了 所以呢 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个情况 你看我这个地方从啊 10 16啊 看来16 17 18啊 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加呢 因为我们从这个官方文档上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法呢 啊 他 在我们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他在 这个地方 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数据定义里边 他其实是定义了这样一个number 就是说 他属性是自动加1 然后呢 初始值啊 为 初始值为这个值 然后每一次进行加1 其实每一次进行加1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 看到效果 啊 然后呢 我稍微刷新一下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地方 试一下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干掉 然后呢 我们考虑过来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开始是10 然后这个地方是1 然后我们再执行2 3 4 5 所以呢 我通过我的实验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文章上面的这个啊 在 嗯 这样一种写法 这种描述呢 啊 我不知道是他的那个API的一个就是版本的一个变动 还是说他里边本身存在的一个bug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他是本身是有问题的 所以 嗯 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数值的一个值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实现 啊 如果你要从100开始的话呢 也可以啊 每次加每次就是加100哈 就这样一种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啊 主要是讲的了就是Mercos Random这样一个张维福的这样一个啊 里边主要的内容 以及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写法 其实这种写法的话呢 其实和我们的这个文章里边 你看 所差距的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把它换成了这样一个爱的符号 就可以实现这里边所描述的主要的内容 那这一节讲了内容涉及的比较多 但是呢 也都是比较前显易懂的 所以呢 大家呢 根据我的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种就是处理的这样一种方式 去在必要的情况下呢 啊 去 经过这个文章呢 进行一个查阅 然后呢 实现自己想象的一个功能 即可 OK 那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就做一个 实力性的 我们做一些实力的这样一个 实际项目的这样一种演练 OK 那我们的木科技术的基础学习 课程呢 到此为止 那欢迎大家去收听 后续的我们的 时间项目的一些课程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